靠山村里住着一位李大妈 李大妈多年前没了老伴 两个儿子又通过上学 在大城市里安了家 两个儿子曾经多次接母亲 去市里与他们同住 可李大妈念及邻里相亲的情分 始终没有屈 她总是说 哎呀 我在村子里没事 还能和左邻右居说说话的 玩玩小牌 到了城里了 我谁都不认识 你们又都上班 我待着实在没意思 两个儿子一听这话也都理解 最后只得依着母亲了 但是两个人还是不放心母亲 毕竟母亲岁数大了 他俩经常轮流回家看望 见母亲安康 他俩也就放心了 可没过几年 李大妈突然患了重病 一下卧床不起 两个儿子带着母亲走遍了方圆百里的医院 最后结果都一样 李大妈患了不治之症 医生建议两个儿子将老人家带回家疗养 打着之后 两个儿子和儿媳妇 日夜轮流伺候着老母亲 在老母亲 老母亲迷留的前两天 二儿子接到领导电话 要派他出差谈一个项目 二儿子琢磨着大哥大嫂 伺候着老母亲 最近这两天 母亲的神色也挺好 就听从公司的安排 坐着火车 去了那座遥远的城市 可就在当天晚上 李大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大儿子忙给老二打了电话 二儿子接到了电话 心痛如刀脚一般 但项目就差最后关头 一时也走不开 他强忍着悲痛 与客户做好了最后一轮谈判 母亲的丧礼 由大儿子操持 可临近出殡的那天 二儿子还没有回来 村里的白氏主操人李叔 就有些着急了 时候不早了 你母亲得入土为安了 按咱们村的风俗 那马上就要出殡了 就别等老二了 大儿子一听这话 思索片刻以后说道 李叔 就按咱们村的风俗办吧 别误了急事 李叔转过身 开始吩咐台棺材的众人 急事已到 搁几个 用点劲 送李大妈最后一程 让他入土为安 话音一落 众人开始抬棺材 一直抬到了村口 大儿子接到老二的电话 哥 我正在往回赶 还有一会就到村头了 电话刚挂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老李 这棺材怎么种了 随即 李大妈的棺果 重重的落在了地上 李叔大声喊道 你们干什么呢 不知道棺果不能着地吗 我们都抬了一辈子的棺果了 当然知道这讲究 不过李大妈这棺果 忒玄乎 我们根本抬不动了 李叔一听这话 就开始吆喝 来来来 众人都出把力 送李大妈最后一场 一 二 抬棺 耗子喊得很齐 但众人怎么也抬不起那棺材 李叔健壮赶忙走进前 扶着棺材就说道 他李大妈 孩子都大了 你放心走 别惦记他们了 你老入土为安的吉时已到 别再难为我们哥几个了 李叔说完又开始喊耗子 但众人还是抬不动 就在李叔危难之时 远处来了一辆车 那车走近后 下来之人正是李大妈的二儿子 二儿子边哭 边在地上跪爬 妈 我不笑啊 妈 您老原谅我吧 儿子来迟了 他抚摸着棺材 哭得是撕心裂肺 众人被他的哭声感染 纷纷流下了眼泪 李叔将他掺起 后对着大妈的棺材说道 他李大妈 老二你也看到了 这下放心了吧 时候不早了 您老上路吧 李叔再次喊耗子 众人一下就将棺材给抬了起来 一直抬到了墓地里 也没有再出怪事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村子 村里年长的老人们都说 这是他李大妈放心不下二儿子 非要看看儿子再走 哎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您好